这个手山火 你看它就是 这个火串穴 它就是直沟穴 最善于调气 它的理气作用很强 是调理气机失调的 三胶气机失调的 比如说我们的乐间控 差气啊 气机失调的手 都是可以用的 治疗急性的腰扭伤 尤其是那一个 因为有一些身体偏寒的 体质比较寒的 耐性的腰扭伤 因为火串穴是很不错的 腰痛比较难 转不了身的 手前臂的痛 手前臂的痛 这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血位 你看这是前臂 那我这个手的前臂 这是叫什么 等高对应 等高对应的治疗 其实走之右 右之走 扎针的时候 你看我们这个前面 背面是三胶 对吧 手绍扬三胶筋 三胶筋 里面是什么 星胞筋 星胞与三胶 是相表里的 你看 里面是星胞 外面是三胶 一个是表 一个是里 对吧 所以我们在扎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到这边 比如说 我用这个火串穴 我来治心脏不舒服 我就给它透深一点 扎深 扎到什么 扎到这边的皮下来 从这边的皮下来 可以隐隐约约摸到这个针尖 对吧 可以隐隐约摸到针尖 就从这边 透到这边来 因为这边是心胞筋嘛 心胞 它就是带心受过的 对吧 它就是心胞 就是治心脏的药血 心胞筋 所以我这边 透到这边 就是一针 有两血的作用 对吧 我们用火串血 比如说 透这个 一直透到心胞筋上面 或者是什么 用内观血 我有治心脏病 我用内观血 透到背面的这个 手烧羊筋 也是可以的 是吧 内观 透虎串 也是可以 是吧